在魏晋时期,由于四处发生的战乱和贫瘠的资源,许多百姓不得已只能将自己的儿女送进大户人家,以换取些许口粮或金钱。 而被送进这些大户人家之后,就相当于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予了别人。 可以这样说,这些奴婢从被送进去的那一天开始,就丧失了自由。 他们再一次出来的那一天,就是他们死的那一天。 中国古代的奴婢并不像如今的庸人一样具有人权,而是属于主人的私人财产。 所以,在各个大户之间相互赠送买卖奴婢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于男性来说,身体好点的男仆可能会被安排去做一些体力劳动,身体弱一点的甚至有可能被打断腿之后丢到荒野上去,让野兽啃食。 可以说,禁欲绝对是惨不忍睹了。 不光是中国,甚至在古代印度的法律中,有规定,瘟疫、死亡、地狱、毒蛇和火狱都要比女人好。 她在今世的权利因丈夫的死亡而结束。 当她看见丈夫的尸体被火化时,她应该自己跳进火化丈夫的火中,否则就会遭到各种诅咒。 但是,相较男仆而言,女仆就要惨得多了。 据史书记载,古时候女仆的主要用途共有三种,分别是,一,杂拥。 这种女仆主要负责了其主人的饮食起居,从内部家务到外部清洁揭示她们的工作范畴。 在主人的出行中,她们也往往负责着管理和携带行李的职责,算是集中女仆之中最轻松的一种了。 二,娱乐工具。 北史中曾有关于这类女仆的记载。 清禾王高岳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主,平常喜欢看点唱歌跳舞之类的节目。 而为了让主人开心,她的釜底中便有许多女仆开始学起了歌舞,在主人面前表演,以此争宠并获得重视。 三,奴隶。 顾名思义,这种女仆就是为了满足主人的欲望而存在的。 许多的影视作品中都有对这种女弊有所描写。 但是,一怀孕就能一步登天的说法,其实是错的。 男人都喜欢比自己年轻的女孩,在古代也是如此。 一旦怀孕就意味着不能再被主人灵性,而主人就会另外寻找新的目标来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 所以,怀孕的女仆往往都会落得在她们生下孩子后被驱逐出府邸或是送予他人的下场。 虽说,女婢们的结果都不好,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像楚桥一样逆袭成功的存在。 《和辉传》中,九层记载了一个女妓的故事。 故事中的女妓出身贫寒,很巧就被父母卖到了青楼。 好在,她靠着青秀的面旁,慢慢地混到了青楼的头牌,并认识了当时都城内全清朝野如日中天的高官,何辉。 起初,何辉只是抱着出来玩的心态,偷偷地带着蒲丛来此寻欢。 后来,何辉所幸一待就是几天,搞得家里的妻子疑心重重。 之后,知晓了事情原委的妻子,为此对这个女妓充满了怨恨。 并且将此事上报了上书。 为了让何辉重新回到官职上,她的上级甚至威胁她说,如果再不和这个女妓断绝关系,就上报朝廷,将她贬官至边疆。 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何辉还是个情种,带着女妓两人一走了之,还卷走了府上的钱财。 搞得何辉的家人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而这个女妓也嫌于翻身,不光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还放了个大款,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堪称女婢史上逆袭成功的典范。 据书中记载,这两人一口气跑到了云南边境,最终安详地度过了余生,也算是幸福。 奴仆制度自古以来都是极不人道的,在当今这个看重人权的社会中,却依然存在着类似的歧视,可见其对后人的影响之深。